1991年12月22号 被西方媒体禁称为中国的 沙卡洛夫的中国医疑人士方立之 因媒体邀请来台访问 方立之是中国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原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但天安门事件后 因为涉及反革命煽动宣传罪 被开除公职逃亡美国 晚年都在美国任教 1996年12月22号 前总统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 因为食道癌恶化 引发呼吸衰竭过世 享年48岁 蒋孝勇在早年 很长一段时间是弃症重伤 而父亲蒋经国过世后 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 但当选后却请长假出国进修 和家人移民加拿大 后来也取得加拿大国籍 意识锤一敲 2006年12月22号 立法院三读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1条修正案 汽车开在高速公路 以及快速道路上 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 而五年后 立法院也进一步修法 现在无论在任何道路上 前后座都得系上安全带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